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总是很喜欢冒出一句话 这个人的八字跟我很像 为什么我们两个成就完全不一样 狗屁话 当然完全不会一样 为什么就算相同八字 成就也会是不一样 为什么他们都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在研究的都是名人的八字 都是有成就人的八字 然后就是想要沾点边 各位 你要知道 这样研究八字是只会害了你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 并不是名人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同样的八字 同样的八字 他会有一% 是非常非常好的 哪有有一% 会很差的 可是他们都是同样八字 他们是同样八字 绝大多数都是在这里 98% 中间值 上面这个叫中上 这个叫中下 各位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研究那种特别烂的八字 或特别好的八字 其实都是极端的八字 了不要解 那都是极端的八字 那一些不是我们要去研究的 因为这一种极端的八字 这一种特别好的叫做 八字他巨竹以后 他的时间 还有他个人的能力 三者巨竹一次大爆发 这一种时间不巨竹 然后自己能力又不行 然后空间又很烂 他才有可能走到这一种最极端的 我们绝大多数 就是普普通通 抓到这个没有那一个 就是都是这样子 所以在一个运程里面 我们要研究的是中间这一块 而不是这些名人八字 你就算跟他一样 你也不会有相同的一个情况 乾隆皇帝 植物 毛巨拳 桃花特望 你别忘了 人家是皇帝 你是什么东西 对人家是皇帝 皇帝 每一个皇帝都把三千后宫加厉的 你为什么就只有拿 乾隆皇帝的来讲 所以 各位 有的时候 你们不要被这一种东西 导果为因 其实 所有的皇帝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了解 所以 当你了解的时候 你不要这样在学八字 因为八字里面 你就算跟他很像 其实还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 他的一个排列组合就是不一样 排列组合不一样 就会导致不一样的现象 你不要说我跟他很像差一个字 差一个字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差一个字就是不一样 双胞胎 双胞胎 是有都全部一样吗 双胞胎只是很像 他还是不一样 对不对 他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那个妈妈一看到 这是哥哥 这是弟弟 但是我们觉得说 看起来很像 那到底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你就要了解 很像 还是不一样 了不要解 很像还是不一样 因为 他的一个排列组合不一样 还有你们所处的空间不一样 所处的空间也是不一样 你所面临到的人事物都不一样 所以相同八字 跟你说他只是一个可能本质上相同而已 可是 他到了各个环境里面 他就不一样 其实简单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同一个 厂的车子 同一批车子他出来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是在差不多时间出来的 所以他们八字都差不多 八字差不多 只是给他差不多的性能而已 跑多快 安全系数 这些都差不多差不多 可是他们的命运 每一台车的命运会一样吗 开始分发到大卖场 有些车子很快就卖出去 有些车子送定 从头到尾 没有人看过他 再来 卖出去的车子 遇到了好的主人 很专心的在保养 跟遇到一个根本都不保养的 主人或者是一开出去 主人一不注意 车子就撞了 所以当10年 回来再看一下这一批车子 你会发现到这一批车子 每一台车子的状况都不一样 有的保养的很好 有的普普通通 有的早就出去就已经报废掉了 每一台车都不一样 甚至还有没有卖出去的 所以每一台车子的一个状况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那一部车 他的八字就是这样 可是 经过了时间的演变以后 他们每一台车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八字只是给你的是那个特质而已 可是这个特质给你的 随着你的 人事物时间的变迁的时候 每个人所接触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就是不一样 这个是还算相同八字的 假如不同八字的 那更是不一样 那更是不一样 你不要说只跟他很像而已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些就是在学八字里面 很大的一个盲点 你们总是希望说 去研究一个八字 然后看到一个名人 那个名人的八字跟你很像 跟你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你绝对不能够说 跟他很像 为什么成就差那么多 很简单 为什么人家会是名人 人家为什么会有那种成就 人家的努力在哪里 那你呢 你呢 就算你们两个八字一样好了 你的努力在哪里 你有没有 结果讲到这一些的时候就 哇 嘴巴摸一摸 为什么 就很平常的人 当然你就是平常 平常的成就而已 就这么简单而已 人家付出的努力 你有没有看到 你以为单单一个好八字 你就会怎么样 相同八字 不同命 原因在于说 有不同的家境 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人事物 八字只是你们时间相同而已 要不要解 他没有任何意义 他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你们出生的时间相同 你们的运势差不多的时候 好运的时候 你可以拿几分 人家拿10分 结果男妈你拿2分 衰运的时候 人家扣1分 结果你扣5分 人家当然高高在上 你在地上爬 所以这个就是 很多人对八字不认识 总认为 他们在学八字 总希望说 在学八字的过程中 找到一个跟自己很像的名人 自己以后可能就跟他一样的成就 你别傻了 你别傻了 对不对 这些名人来讲的话 他真的是靠八字吗 可以说 他可能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八字是什么 他就是怎样 很努力的去做 你要不要解 他就刚好 我们常讲的天时地利人和 他刚好具足 他是他刻意的吗 他是他刻意的 他不会 他绝对是 就是一直努力 努力努力 有机会他就刚好抓到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他还是一样 努力两个字 就是努力两个字 让他变成是现在有名的名人 对不对 你要记得一件事 那一种靠运发的 就是像种乐透 那一种你不知道你怎么上去的 你就怎么下来了 但是 你去看那一些靠实力上去的 我们简单讲就像格斗来讲 这些靠格斗 站在这一个格斗场上顶尖的人物 他们的运气当然很重要 因为第二名第三名跟他们差距都不大 但是呢 他们可以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有什么 有强力的实力做他们的后盾 绝对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单单 空有一个好运 他就可以爬到顶端 你以为像一拳超人里面 那个Tim一样 拥有绝佳的运气 可以爬到S级英雄 有可能吗 不可能吗 所以各位 你不要把那一种东西当做 像当做现实 能够爬上那种顶点的人 绝对都是非常努力 能力实力都是超强的人 只是说他的运势可能比人家好一点 他站在第一名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要成功 各位 你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了解 你要成功 你的能力才是最重要 或许你现在没运 但是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靠你的能力吃饭 只是说可能没办法大富大贵 就普普通通可以吃饭 但是你的能力很强 这时候运再来给你的时候 很有可能一次就飞天了 所以各位 不要去想说你有好八字 你就会怎样 而是我们要学命理 第一件事是 我要有好的能力 我有好的能力 再配合好的运 我有可能就会变得很好 那我有好的能力 我的运不好没关系 浅诚 能吃饭就好 就像你们都要看 哇 终于 哇 你好爽哦 每天晃来晃去的 对 我每天晃来晃去的 没有错 那问题呢 我当时候在学命理的时候 我在学命理的时候 是 怎样的情况 你有看过吗 我的命理的能力 难道是 我天生就有的吗 都是要不断不断的去累积 去实证的 没有人一刚开始就说我什么都会的 就算是天才 他都必须要透过学习 对不对 所以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 以前所努力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有这样子 我根本就不怕你问八字 你当场拿来我就当场回答 对不对 各位 这就是能力 这是能力怎么培养的 就是在前面不断不断的去累积的 等到我有运的时候 我有具足这些能力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 现在我没有运 但是我没有运 我一样可以靠的这一个能力 可以吃饭 就是这样子 所以 重点 不是你有什么一个好八字 你也不要想说 你八字跟谁很像 你会怎样 不会的 而是 你要去知道 我先从我自己本身能力做起 我可以先靠能力吃饭 再来看看我的运程怎么跑 什么时间对我有力 那我就冲啊 什么时间对我不利 那我就守 其实命理 尤其八字 他是一个时间学来讲 他这样 他这种运用 其实是最得体的 而不是变成是 哈哈 我是皇帝命 对 你皇帝命 来啊 你什么都没有 那国小毕业 你怎么当皇帝啊 你怎么当皇帝啊 你国小毕业 你怎么当皇帝啊 你当皇帝给我看啊 你 连个最基本的找工作 你都可能找不到啦 最基本的学历都没有了 所以各位 还是回归到哪里 你的本职上 了不了解 所以不要放弃你自己 我常常跟各位讲 好好的培养你的本职学能 把你自己的能力往上提 这才是正道 不要认为说你有好八字 有好八字 不见得会有好的能力去匹配 假如这样的话 基本上有好八字 也都是往南的而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